7月4日,台湾空军在花莲基地举行了RF-5战斗机的初一典礼 三架RF-51与两架F-5F型机组组成5G编队 开始了最后一次执行飞行任务 台湾空军将迎来更为先进的RF-16 接替RF-5的战术侦察任务 从应对冷战威胁的绝对主力 到如今的工程深退 RF-5挺过了多少风声 新生代RF-16又能否接棒跑出风采 借此机会让我们回顾一下RF-5的传奇风采 同时也聊聊RF-16面对新的考验 究竟够不够格 20世纪60年代对于台湾地区来讲 是最为动荡的年代 随着越南地区响起激昂的小曲 美军陷入了东南亚泥沼中无法自拔 台湾空军面对着自己的盟友无暇他顾 自家F-86军刀战斗机又过于老旧 对于今后的任务明显是力不从心 好在正当台湾空军发愁的时候 人在越南的老美还是选择了拉雄第一把 帮助台湾空军解决了空防力量薄弱的问题 美军还将自家的诺斯洛普公司 研制的F-5战斗机大包给了台湾空军 第五年台湾空军发起以玉山计划命名的引进项目 不久之后第一架F-5A自由斗士正式加入台湾空军序列 使台湾空军通过海外军售和海外军员 一共拿到手了92架单座F-5A和23架双座F-5B 当驻防台南的443战斗机连队接收到新型战斗机 填补了F-8-6特意留下的战地真空号 这次接收也被视作F-5取达F-8-6战机 开启漫长服役生涯的正式标志 而当计划中美国承诺基于F-5刚刚运抵台湾没多久 越南那边的美军电报就下来了 为了应对越南战争对美军安全的威胁 美国紧急调取了台湾的48架F-5战机 并将其交给了南越空军 但即便如此 美军在越南战场的局面依旧没能好转 而抽调台湾战机的举措也导致了台湾的空防力量遭到了削弱 为了保障台湾空防安全 美军最终还是从冲省地区调派了两个中队的F-4 进驻台中地区的清泉港基地 随着75年 美军的西贡铁圈落下 美国不仅仅失去了越南的掌控 还诱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其中也包括美军在台海地区的军事威慑力严重受损 从朝鲜战争再到越南战争 美军接连在亚太地区受挫 使得台湾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美军除了把当初移交的部分F-5战机交还给台湾军方外 还将一架自己留阵做性能评估的F-5C战机 一并辗转交付给了台湾空军 虽说这场戏剧性的经历 体现了美军全球部署体系下 对于其各个军事装备的灵活调配 从某种角度来说对台湾是有利的 但随时调动几方军事物资的行为 也体现了台湾的被动地位 台湾所拥有的军事力量是浮动的 自身持有的军备数量是会产生剧烈波动的 这种不稳定的军事形势 使得台湾方面开始思索 是否可以通过军事改革方案 来确保台湾军事能力的稳定 1973年一项代号为 湖安计划的项目落地 使F-5战机系列的生产线直接搬回家 再解决本土生产问题 台湾便能确保自身拥有充足的空中力量 这项计划最后交给了 当时隶属台湾国防部的航空工业发展中心负责 而航空工业发展中心 也完成了全面把控F-5系列的零件组装 核心生产制造 最终达成F-51F战机完全自主生产的任务 站在今时今日回看当初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湖安计划是非常成功的 这项计划使得台湾航发中心 在截止1986年时 总共生产了242架单座的F-51 和66架双座的F-5F 核心能有300来架 而这300多架战机 不仅仅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 撑起了台湾空防的绝对主力 更是为台湾培养了无数的航空工业人才 也让台湾在当时真正掌握了 吃透了一款先进战斗机的客箱技术 而湖安计划所带来的 可不仅仅是一条生产线那么简单 通过对F-5的细致拆解 台湾空军也从F-5的参数中 了解到了美军对于未来空战的设想 以及针对这种设想 美军在F-5上体现的 美国空军对日后空战的成员规划 和对于战斗机在战争中 如何使用的战术选择 这项计划更是在日后的历史关键节点上 证明了它自身无可估量的战略价值 而研究人员掌握的核心技术 以为之后的F-5系列魔改 达成了充分条件 既然提到了F-5战斗机的魔改 话题必然离不开 RF-5E狐眼侦察机了 作为魔改大军里最为特殊的存在 RF-5E所在的部队 长期便担当台湾空军千里远班的存在 现任一步探测情报 便是他们的首要工作 此时的时间已经来到了90年代 台湾空军里负责侦察的 兴式RF-104G侦察机 原则美国50年代服役的 F-104星战斗机 作为西方世界出了名的寡妇制造者 F-104因为其高机动性 爬升能力和稳定性方面 存在明显缺陷 导致其在高速机动飞行时 机产生超音速抖动 致使飞机时速坠毁 而台湾空军拥有的 兴式RF-104G 其老旧程度已经到了 飞行员没起飞一次 都要提前备好遗书的程度 赶紧换新机的事 已经是火烧美貌了 逼不得以下 台湾空军挑选了7架机况最好 使用次数最少的F-5E战斗机 将其打包给了新加坡科技宇航公司 进行了一波整容操作 而整个工程进行的也很粗吧 揣去飞机里的雷达和20毫米机炮 硬是塞进去一套 当时最顶级的扫描设备 这套扫描设备 包括了K95K87D 倾斜式相机和RF-710E的 红外扫描仪 能够有效帮助F-5E完成侦查任务 而改完后的RF-5E飞机 在机头位置 明显长出其他F-5E截 这种标志性特征 也让它在一众RF-5中成了血眼包 在此后的时间里 RF-5E成为了台湾空军的一仗之一 不过这些被命名为狐眼的侦查机 不仅是在台海退址中立下功劳 成功监察到了海岸那边的军事调动情况 更是在台湾921大地震和88风灾 这些天灾发生时 第一时间到达再去现场 为后续人员进行救援 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无论是在作战还是平时的任务中 RF-5E都是在第一功臣序列中 稳坐功勋之臣的名号 但可惜的是 随着一具大人时代变了 RF-5E火眼侦查机作为旧时代的残党 在21世纪这个高科技乱飞 神仙打架的年代 RF-5E不再是某一处存在短板 而是全方位的遭遇淘汰 如此情形下 功勋退役 新人取代的场景 已经成为了历史潮流下的必然选择 对于一架侦查机来讲 RF-5E作为致命的 便是它的侦查手段 严重于时代脱节 其侦查拍摄手段 还在依赖尸片式胶卷进行情报传递 这是个什么概念 举个例子 你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照片 还要先回来 小心翼翼取出胶卷 送到后方的照片情报中心 进行冲洗 判读 分析 走完这套都撑下来 等你分析完毕后 指挥部也认定这是有效目标 进一步行动的时候 目标早已消失了 此外 RF-5E是由RF-5改的 原本的防护就脱离了时代 为了塞入那套真铲设备 更是连自卫的机炮都拆了 全身火力裸奔的形态 压音速飞行性能加上老旧航电 这一套高危套餐下来 飞行员出任务的压力可想而知 最后也是致命的一点 侦察机 侦察竟然靠玄学 想要RF-5E搭乘好的侦察效果 除了只能在白天出行外 还要祈求老天爷给面子 出行能有个好天气 一旦碰上个刮风下雨 或是夜间出行 基本又是个睁眼瞎 至于是为什么呢 原因在于 RF-5E的侦察系统的工作原理 如同一台精密的 使用胶卷的单反相机 既然是相机就离不开快门 广圈 感光度 这摄影三要素 想要在800公里的时速下 拍出一张清晰的照片 首先就需要一个极快的快门速度 而极快的快门速度 就意味着留给胶卷的感光时间极短 这种极限时间 可能只有千分之一秒 甚至更短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想要让胶卷看清楚地面上的细节 那就需要满足一个必要条件 光 大量的光 在天上能够提供这种巨量光线的 只有太阳 而晴空万里的震物时分 光线又强 又和水平面垂直 所以只能在白天出勤 是由物理定律决定的 这是硬性条件 没得商量 想要晚上出任务 难不成用闪光灯吗 你能想象一架侦察机 在万米高空对着地面目标 狂打闪光灯吗 这种化身灯泡的行为 和自杀又有什么区别呢 而RF-51 无法在极端天气出勤的原因 则是因为 它那源自70年代的 红外扫描仪技术 所带来的缺陷 首先便是分辨率低的问题 它的红外线技术 能够扫描到哪里有热源 但是过低的分辨率 却无法分辨清楚目标的具体影像 这使得它的情炮准确性 大大折扣 同时 早期的红外探测技术 非常怕水 一层厚厚的云 或是一场大雨 在RF-51的眼中 便是一堵无法穿透的枪 所以在恶劣天气中 它的侦察能力十分有限 这种挑食的情况 并不是RF-51金贵 而是受限于 时代技术的无奈选择 虽说是无奈 但凭心而论 这样的作战性能 能给空军带来什么好消息吗 不止偏都算不错了 所以说 RF-51的推议 真不是空军乱指挥 实在是世界变化快 老人家跟不上新时代 与其相互折磨 不如让它安详晚年 世界离了您也转 是时候将位置交付给后来人了 随着国际形势再一次变换 在RF-51服役60年后 台湾空军终于在今年7月 将要迎来新的王牌 即将接替RF-51的是 洛克希德研制的 RF-16侦察机 而在聊聊RF-16 是否能够合格完成 台湾空军的战术目标前 我们首先要明白 现代空军的玩法 已经不忠爱于 曾经的专科生了 多功能 模块化的新思路 才是时代的最优解 作为击插机 用思路研发的侦察吊舱 便是把所有的眼睛 集成在一个小舱体内 如同我们熟悉的U盘那样 需要时装上侦察吊舱 一架战斗机 直接原地变为侦察机 回来结束侦察任务 卸下吊舱 转身就能作为战斗机 去干争夺制空权的老本行 这样的特点 无论是在战术灵活度的选择 还是对设备的维护上 都要靠谱得多 相对的维护成本 也比之前下降了一些 为了达成最优效果 台湾空军更是拿出了 手上的F-16V战斗机 去和这个从美军那 重金买来的 MS-110多光谱侦察吊舱去 融合 进化 形成最强侦察机 至于那个高价买来的 侦察吊舱 可以说就是为了 针对原先的 RF-51的弱点设计的 还记得我们说过的 胶卷侦察吗 拜托 新世纪来 知道什么是信息流吗 时时传输的高清影像 和数据了解一下 知道什么是战场直播吗 高宽带连接数据电 时时 高清将信息 直接传回指挥中心 前线飞行员和后方指挥官 看到的景象近乎同步 情报传递效率 从曾经的几个小时 变成了现在的几分钟 这边飞机刚从头顶飞过 就是密集的火炮 这才是现代战争 该有的样子 另外 再提一句 RF-51的生存能力 全裸的状态 连自卫火力都拆了 这要是碰上敌人 能怎么办 而RF-16带着的吊舱 则给出了解决方案 新的超远程倾斜摄影能力 能看到的距离 差不多有148公里 这什么概念 RF-16根本不需要 像以前那样 冒着危险拖进去 还要想着跑回来 它只需要在安全的位置 舒舒服服的静静等着 远远瞄你一眼 就能把远方的情况 看得一清二楚 但如果就因为 RF-16只是侦察机 便小瞧RF-16 那可是要吃点骨头的 RF-16V本身就是战场狠决策 即便挂着侦察吊舱 它也能搭载 AM120等等的空对空导弹 这使到RF-16在遭遇危险时 能够瞬间化身为 能侦察 能对决的武装赤猴 并随即展开反制措施 那么当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 面对新的威胁 这套RF-16的组合拳 面对如今的时代 究竟够不够格 答案是 它不仅仅是够格 甚至在某些方面 还超过了原先传统的 侦察机范畴 在面对极端恶劣的 自然灾害时 同样有着不俗的表现 要知道 当一场重大灾情 例如921地震发生时 灾区面临的最大问题 就是信息混乱 缺乏对灾区灾情的信息 便难以去调度指挥 地面交通网是否完好 桥梁是否还在 山路是否遭遇 山体滑坡等信息 不被了解 救援部队便无法 前往灾区救援 如果这时候 还是按照RF-51的方法来解决 先拍照再冲写 分析专家判读 等等一套流程下来 灾区救援的黄金72小时 还能剩下多少时间 但如果换成了RF-16 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首先是RF-16的实时直播 后方的指挥中心 时时就能接收到情报 进行决策 全天候不打样的搜救 更是有效利用时间效率 保障人员安全 MS-10的红外热成像 更是能通过坍塌的废墟 精准找寻到废墟下的幸存者 这也为搜索队搜寻目标 提供了宝贵的目标指引 从这个角度来说 RF-16的够不够格 早已超出了军事范畴 它所代表的科技进步 真真切切地拥有了守护生命 带来希望的强大力量 如今 当我们再去看待RF-5的退役 眼看着那几架F-5 缓缓划过水门 接受致敬的画面时 心中除了尊敬与不舍 或许更多的是一种欣慰 这服役了60年的猛虎 终于可以卸下沉重的担子了 从玉山计划到虎安计划 从捍卫天空的英雄 到终将持木的归影 新生的F-16战损究竟够不够格 或许答案本身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接过守护天空的接力棒 用更锐利的目光 更快的速度 以及融入整个作战体系的智慧 继续写下属于下一个世代的传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